32.危机管理在面对未知太空实体的危机时,舰队指挥官泽克和首席科学顾问艾瑞斯被迫进行紧急协商,以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。 这一节详细描述了他们如何管理这一危机,确保舰队的安全,并尽可能得收集有关这个未知实体的信息。 A.紧急会议召开随着未知实体的发现,泽克迅速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,邀请艾瑞斯及其他关键团队成员参加。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当前的情况,讨论可能的风险,并制定应对计划。 B. 风险评估在会议上,艾瑞斯首先向团队提供了关于未知实体的最新科学分析结果。 他强调了目前所掌握的信息还非常有限,因此无法完全确定实体的性质和意图。 接着,安全专家就实体可能构成的威胁进行了评估,包括碰撞风险,潜在的辐射危险,以及可能的敌对行为。 C. 应对策略的讨论泽克和艾瑞斯领导。 C. 讨论了各种可能的应对策略,这些策略包括保持当前航线与速度,以避免激怒或挑衅未知实体,改变航线以避开实体,以及尝试与实体建立联系。 每一种策略都被仔细权衡其利弊和潜在风险。 D. 通信尝试最终,团队决定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,尝试与未知实体进行通信。 D. 通信团队准备了一系列的无线电信号,包括简单的数学序列和图像,希望通过这些基本的通信方式来测试实体的反应。 D. 防御措施与此同时,为了应对可能的威胁,舰队加强了防御准备。 D. 这包括启动紧急护盾,准备避难舱,以及确保所有舰船都处于战斗准备状态。 泽客明确指示,除非受到明显的攻击,否则不得采取任何主动攻击行为。 D. 观察和分析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舰队保持在安全距离上,对未知实体进行持续观察。 D. 科学团队对从实体发出的任何信号进行分析,希望能从中找到有用的信息。 D. 同时,他们也密切监控实体的任何行为变化。 D. 准备撤离虽然优先考虑的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,但泽客仍然命令舰队准备可能的撤离行动。 如果情况恶化,舰队将执行快速撤离计划,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。 H. 结果等待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和观察后,舰队进入了等待阶段。 这是一个充满紧张和不确定的时刻,每个人都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保持着高度警觉。 I. 深入探索的决定经过数日的观察和无果的通信尝试, 未知实体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反应或威胁行为。 在权衡了所有的信息和风险之后, 泽客和艾瑞斯决定继续按计划前往穆威尔, 同时保持对未知实体的监测。 这次危机管理不仅考验了舰队的应变能力, 也加深了舰队成员对宇宙未知领域的敬畏和好奇。 面对未知的太空实体, 人类展现了谨慎、智慧和勇气, 继续在太空中探索未知,追寻知识的边界。